姐妹们深蓝的大结局来咯 虽然整部剧都在演绎三人的爱恨纠葛 但是开放式的结局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相反 如果海青义无反顾地抛弃品君选择严非 并在一起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才真叫人难以接受 品君在整部剧中爱的深沉 小心翼翼呵护他们的爱情 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年 他也知足了 为了爱情 他付出了整颗心和身体 但是他努力过了 想要独属于他们的爱情 可为了他爱的人 为了能让大人快乐 为了不为难对方 他选择主动退出并放手 把爱人交付给情敌 哪怕最后 他还是拥抱了情敌 结束掉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虽然不理解 但是祝福扎寿能快乐幸福吧 也祝愿品君能找到真正爱他 懂得珍惜他的人 番外没有品君 但甜甜的很养眼 就当放后小甜点消遣一下也不错 自打海青出国 颜飞恢复了单身生活 他本身并不是冷清寡淡之人 但是不爱就是不爱 他没办法假装幸福 吉米只能是他人生的过客 而海青才是他选择的人生伴侣 他每天都在为海青的回国做准备 计划着两人一起要做的事情 他的未来一定有他 这天早上 他心心念念的人果然出现了 那么美好的故事 真的会继续下去吗 我跟总监 你请坐 我跟你一起坐 你坐好了 就把本大手给你线上 请到精选掉 你要命多久才能相遇 沾了灰的垃圾 要安心的大雨 我跟总监 落雜在雨里 正好想到曾经 心在月里 至少感到纯净 无声无忍 无缘无分 看破心中的日历 看一眼那时 我愿爱被换起 等一下 再拿去美丽 一句 我跟总监 我跟总监 让谁有恰勇气 我跟总监 别人呢 你怎么学人想做松饼 你在国外很常吃一个早饭 就是松饼啊 然后我吃到有一种口味 特别好吃 然后我就想到了 我就想做给你吃 所以你现在在国外 都是自己吃饭 嗯 但是偶尔还是会出去吃啊 我来 我来 我来包饿了 你吗 我过去 看破心中的日历 看一眼那时 而愿爱被换起 烦恼却又要你去 心被忘记 别吗 让谁留下勇气 我觉得你也能 谁的勇气 无伤无痕 无话无恨 吃饭吧 无尘无患 无爱无恨 没脑 眼睛 超明ули 感谢观看